基隆不是只有妙口 超美景点一日双塔 你来过了吗 今天要来一个基隆新开放的景点 神秘的嘉宾 灯塔推动者何淑萍基隆市议员 第一站先来到太白庄的基隆灯塔 蓝天白墙超有希腊的感觉 网美照轻松get 私心推对面货柜码头 拍起来超好看超缤纷有没有 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主席何淑萍议员 特地邀请网红金林 拍摄短视频行销基隆双塔游 也就是从球指山灯塔到基隆灯塔 这一条基隆双塔践行旅游廊带 可以看进基隆内外港区 以及和平岛和三根烟囱 协和发电厂美丽的山海景致 成为基隆市新兴的旅游践行路线 不过当初积极推动成功 开放这条路线的市议员何淑萍 亲自采线过程中却发现 最基本的观光导览解说 虽然有力排置却没有内容 可惜不足的地方就是 在基隆灯塔的路口处的 那个异象的指标牌 第一个它的上面都没有指标牌 那第二个就是它沿路的这个路途呢 有一些没有铺设的很好 有些都阶梯那个松动 那第三个就是它二层的观测台 那里也没有开放 那希望就是说这一次也非常感谢 基隆市政府以及港务局 开放我们 我六月份来的时候 那它还没有 这个基隆灯塔还没有完全开放 那现在就是一月份的时候 它开放外部的这个景观 让我们市民朋友来参观 那也希望就是说进一步的能够再开放 尤其是内部可以让我们参观是更好的 另外何淑萍也发现部分观景台的地砖玻璃 有安全上的疑虑 希望航港局和市政府可以协调好 责任归属尽快改善 何淑萍也认为 球子山灯塔下方原有军方废弃营区 如果可以做更有效整体的观光规划 对于发展当地观光将更有帮助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